这些叫基因库 根据进化论应该是不断的递增 和越来越多的资讯 相反我们看到它们在减少 进化论者都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们相信有其他方法 去得到新的资讯 最后就只可以由突变里面得到 特别是父母在他们将遗传基因 复制给下一代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错误 像你将一个电脑程式复制到另一个电脑 如果有犯错 多数是会变差了 而不会变好了 在人类复制产生错误的例子是很多的 我们有超过五千种遗传的疾病 是由单一的突变所产生 如果你复制那件事原本都有错误 你复制出来的东西都会有错误 直到有另一个错误出现 你现在就复制着两个错误 所以在动植物时间越久 所累积的错误就越多 这个例子就是关于鸡的突变 制造羽毛的资讯是损坏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突变都是不好的 但是有时犯错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都代表着一个资讯的流失 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达尔文留意到的 当你去一个很大风的小岛 所有的甲虫都是没有翼的 但是它们有一个疤痕 在原本生翼的地方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 如果甲虫有一个复制的错误 而令到它没有翼 如果住在一个很大的地方 这个是很糟糕的 就是说如果有东西想吃你 你就不可以飞走了 如果你在一个很大风的小岛里 不懂飞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你懂飞 可能会被吹了下海而浸死 自然选择就选择了母翼那些 有时有些人会告诉我这个突变 是一个增加资讯的例子 因为不是失去了羽毛 相反这个小鳥不断在生羽毛 正常这种鳥是这样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正常好像有一个开关 去控制羽毛何时停止生长 当那个开关损坏了 那些羽毛就不知道 何时要停止生长 如果进化真的在我们周围发生着 我们应该会看到数以百计 因为突变而增加资讯的例子 相反我们连一个都很难找得到 这种改变是跟圣经吻合的 在原本创造的时候 那些品种是有很多资讯的 圣经说所有创造物都是各种类类繁殖 就是说狗只会生出狗 但是不代表不可以有不同品种的狗出现 你看看我们其实相信 巴马马马路仔在很久之前都是来自同一个创造物种 因为它们可以互相交配 然后可以生出可以生存的口袋 即是说罗亚不需要带狼 草原狼丁格犬上方舟 同样他都不用带狮子 老虎 豹 豹 美洲豹 上方舟 只需要带一对原本的物种 因为你可以将狮子和老虎交配 实际上会比狮子和老虎大质一些和强壮一些 带大家看回创造士原本的物种 大羊陀和乐陀都是由同一个物种而来 这个BB有一个大羊陀的妈妈 有一个乐陀的爸爸 所有的改变都告诉我们资讯在减少 因为如果你今天将一只野马 透过繁殖和筛选 你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品种 但你看到每一次这样做 资讯就会减少 所以为什么你不可以由右手边那种马 繁殖出左手边那种马 你会有越来越少的机会得到品种的变化 现在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出名的进化论者 和无神论者就是Richard Dawkins 这个就是他说基于进化论所观察得到的结论 有人曾观察过进化 只不过进化发生时的情况没有被人观察到 你们明白他说什么吗 他说你可以看到进化 但你不可以看到它的发生 他是说那些化石的记录 换句话说你可以推论和猜想是有发生过 他只是承认他没有亲眼看过进化的发生 他不是 SUBC载的那么一样 他们都要注意到 有关中国第三个文章 请不吝点赞 听说明它м说明 有关键之后 有关键之后 在谷歌曲是否 有关键之后